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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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就在台北田徑場對面工作 然後那時候城市足球聯賽 偶爾集場會在這裡舉辦 那時候進來看的時候真的沒什麼人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像國外那樣子 現在滿好看的 就是林花科那時候的聯賽 其實就是希望民眾的一個支持 絕對是一個球員 我們俗稱的就是第十二個人 這個原動力的加油絕對是要來自我們民眾的 上次我們提到就是提到越南的這種 來台灣的這種比賽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的移工都穿紅色的衣服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因為是在華夏科大綜合那邊工作 其實我們那邊就很多越南的移工在那個地方 包括營落地深耕的 我們的第二代住 這些的人 我發現到他們店裡面 開的也都是在播音超 西甲等等的這些比賽 因為那真的台灣是受到日本當時 殖民的一個文化影響 所以棒球變成是我們的第一主流 籃球呢以人口來說這個也是前兩名 足球真的就才會一度有這個所謂沙漠的稱號 很像這一代 慢慢培養起來 漂亮齁 這次撞腳相當好 可惜後面有沒有跟上 保麗色 這個就算接到近 你本身就站在越位的位置上 不過你看還是一樣 包括總教練 Korea會很無奈 因為大概三場比賽下來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要傳中接應 可是中間就沒有人 做到了前面 百分之七十 只有三場就沒做好 剛剛為什麼這一次的one two 這麼漂亮齁 其實要讚賞就是說 他在距離蠻遠的情形之下 能夠強勁的一個傳球 還甚至能夠有效當搶一樣 適當的一個傳接球 撥給自己的隊友 能夠做有效的突破 真的是蠻精彩的一個小組的配合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 掛前鋒的Dakurus 是蠻活躍的 甚至比前兩場比賽還要活躍 送到右路 這直接倒地之前的一個掃球 送到的一個位置也還蠻不錯 不過被菲律賓的後方給擋住了 對你可以看到 這是東立文整次的後方線的倒船之後 換邊的一個傳球的精準度 他腳下的攻勢也是相當了得的 身體的護球就好像在摔樓道一樣 你可以看到兩個人都情報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八角魚的這種抓子 隨時保護自己的球能夠覆得住 在這種角落的球門球 我們俗稱的自由球 其實大部分都是由後衛來開 我們看到菲律賓這次手面出來 開得並不理想 對 萬一有所閃失的時候 反擊的時候恐怕就是一個很大的恐怕 其實這可能就要請教教練 因為真的有些 這到底是力量還是 有些這個門將真的開這個球門球 就可以開過半場然後非常遠 然後有些就真的力量就不夠 但是這單純只是力量的一個問題嗎 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肌力 當你肌力夠好的時候 你的擺動的瞬間會比較快 快的話當然他的力量就大 那這個就是重量訓練才可以做出來 對 重量訓練會有幫忙 其實以足球選手來說 重量訓練的效果沒有那麼顯著 因為如果說你長期在做重量訓練的時候 你對於球的感覺也會有點落差 我們現在的訓練都比較趨向有球的狀況的一個練習 包括我們的一個耐力的訓練 也都是用持球的方式來做很有效的這種訓練 球能開到中路 菲律賓沒有什麼太好的一個機會就做一個回傳 不過東地雲現在是有上來做一點小壓迫 所以逼得菲律賓趕快做傳球 不過這個時候又出現輸了 球沒有辦法留住 東地雲 東地雲在整個上半場真的 感覺上甚至還掌握了主導權 對 菲律賓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什麼攻勢了 所以我就開賽就在預測 就是整體來說我是看好東地雲 話才說著 菲律賓來了嗎 直接起腳 被干擾到 東地雲的門將 趕快衝出來 現在的門將打 我們就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們潘文傑 現在幾乎從李坤奇退下來之後的一號守門員 就是潘文傑 你可以看到他個人的一個腳下的能力 包括他空中側踢的精準度跟遠距離都是相當了解的 趕快 後衛做一個阻擋 然後門將呢 Joel也趕快出來收球 今天這個門將 年紀比主力的Neil O'Donald 再年輕一點 才21歲 那這個都是在菲律賓的聯賽裡面效力 那這一次的一個班底啊 超過一半是來自 這個應該叫打窩 打窩 打窩 對 Quilas包括領隊的這個總教練呢 也是這個球隊的主帥 在增強球的時候呢 倒地被吹了犯規 裁判認為這個球雖然是交底給人家 當然是他並不是非常故意去踩這樣的一個位置 那裁判鏡頭上面沒有帶到的 他也是好去跟菲律賓的這位球員口頭上的一個警告 不過這有時候 我想可能也會有人討論 裁判上的自己的 在狀況可能比較衝突激烈的時候 有時候裁判的這個哨音真的也會 讓選手會認為說 我這樣你都不給我牌 或什麼 會不會就更加的 那我就繼續這樣 所以有時候裁判真的也是需要來 判斷一下 像昨天這個甚至都見紅見血 結果都沒事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裁判的功力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裁判也是要有一個 裁判的考核員在外面 隨時觀察 而且包括評比 他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裁判適不適合追哪一級的球賽 比賽的整個節奏性 其實都是完全是裁判在掌握的 精采度 其實裁判也是一個很大的關鍵人 倒在地上了 倒在地上了 東地雲的球 吹的還是菲律賓的犯規 犯規的是20號的 Blocker Blocker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並沒有做出很好的一個推進 他已經失去重心的行程之下 也順便拉他一腳 這個在第一下的衝撞 菲律賓會覺得有點無奈 對 我應該是被對方侵略的犯規 裁判認為是非常明顯 你的球沒有控制得很好 我們這樣趕快出來大腳 但T1你要趕快回來喔 其實像昨天我們這個比賽 就有一點類似的這個狀況 潘文傑我們掉的那一顆球就是 潘文傑離開了 整個跑到底邊線去了 回來就來不及了 然後再加上對方的那一球 如果真的就這麼準 可以直接轉進去球門 從沒有什麼太大的好的角度 能夠掉進來裡面 直接得分 我們來看看這個球 有機會 其實我認為昨天潘文傑撕掉那個球 並不能怪他 特別是我們的後防線上面 的一個殊柔 那有時候在回傳給守眠的時候 往往在某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攔截點 那你的回傳的角度一定要以安全為主 所以他昨天在做回傳的時候 給潘文傑的時候 角度就偏向中間 是潘文傑要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樣子 所以他等於出了一半 那被攔截到這是一個失誤 那事實上來說潘文傑這個球 應該是要可以拿得到的球 其實以後惠線來說 很多的經驗 確實在國際上 國際賽當中才會發生 因為透過這樣子的比賽的壓力 那你很多情形都沒有辦法能夠 像平常很精準的去發揮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要給我們的選手 有這樣子磨練的機會 如果比賽進行到現在36分鐘 看菲律賓有沒有辦法做一個突破 那今天至少東低未能 有攻有守 守的時候你看幾乎全員都即時的 站回到進區的這個位置 對 你光看進去一片紅 哪一隊來要踢都可能會有一點頭痛啊 所以我們看到菲律賓排出一個前鋒 他並沒有能夠有效 就像只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能夠突破而已 那幾個壓上去的時候 完全沒有後面跟進了 所以他們要想要做第二波的一個進球都很難 上半場都快要結束了 排名呢 遠遠優於東低未的菲律賓 還沒有任何的一個進球 甚至還沒有辦法主導整個節奏 對 從中場的一個數據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算是五五波了 的持球率 還是菲律賓的球 還是菲律賓的球 這次的籃節 裁判雖然稍微快一點 因為這次屬於算是得意球 但是也不能直怪裁判 也是因為被籃節的菲律賓的球員已經倒地了 大腳的轉移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角球了 看看菲律賓的身材的優勢 從後面壓上的球員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把握這樣子一個機會 對 有阿庫羅斯 六號的選手呢 來做腳球 這一次有看到 這項邀請賽的人 一定會對溫志豪啊 他的這個開球大師 開球機器的這個功力啊 好不好其他隊看到都會流口水 對 這一球開的其實質感也不錯 不過距離就稍微不夠 對 開的距離夠其實有時候並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就是熊慧提到的質感 什麼叫質感 就是說他能夠找到自己的隊友在哪裡 但問題是我們常常看到這個 腳球出來的時候 然後溫志豪就 就走過去好像也沒有跟隊友溝通什麼 怎麼 所以到底這個平常站位 欸欸欸欸 在我們自由禁區裡面啊 有一點危險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呃 隊友平常是怎麼知道 比如說我要開到第二根門柱 或者是我要往外開這樣子 對 我沒有看到他們彼此打暗號什麼 因為常常 溫志豪就一個人背對大家跑過去 然後兩手一舉就準備要踢了 對 這個就是我們要透過訓練 譬如說他是要舉兩手 還是舉一手 還是要做什麼樣的手勢 他會想辦法會掉到那個點上面 這個就是訓練教練所支持的 所以兩手就是兩根門柱 後面那根的意思嗎 我們是叫做第二根門柱的位置 甚至在掉第二個門柱的 在後面那個位置是在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訓練 那包括接應的隊友 是要三個人同時跑 還是埋伏在守門員之前 還是第一根門柱 第二個門柱都站人 這些都是教練的一個戰術的運用 好 剛剛這個是被自己人 被門將給壓到 所以也有點無奈 但是讓Clarino是稍微喘一喘 剛剛又是一次東地溫 在進區威脅到菲律賓的龍門 對 你可以看得出來 特別是這一次的一個商庭的時候 東地溫的球員 因為也過於奔命 幾乎都跑回來喝個水 早期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都想辦法就是要忍耐喝水 其實經由運動科學的研究當中 人要是一、二十分鐘沒有再補充水分 他的流失狀況是非常的快 特別是像足球這種大量的一個奔跑 那水分的流失絕對會影響你整個表現 所以我們都是鼓勵 在賽前要喝水 賽中或是在比賽隨時都可以補充水分 又一次東地溫的自由球 這個位置也是相當的尷尬 要想辦法來調到六馬的一個位置 如果說想要射門的時候 這種角度並不是理想的 現在的足球的演變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自由球 進球率是相當高 我們也相當的欣慰 我們中華隊也就是透過文治豪 這樣一個調球 使得我們有展足的進步 開進來 直接沒收 這種球的位置在六馬線 其實都是守門員的天下 因為別忘了他有兩隻手的高度 問題是如果說你這種球進來 能夠帶一點側線 多一點點的時候 手面就非常的難抓這樣子的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訓練 到底是要挑射還是助攻 不過他是跟隊友揮手致意 應該就是又沒配合好的一顆球 你往前挑了 但是隊友根本沒有跑 當然就是菲律賓的後防線上面 他們把球清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整體的給壓上來 使得東利文的封線上面 他自必要去做退後 退後的時候想要再做一個調走 做一個折環跑的速度 當然就沒有那麼快 那在這場比賽 如果菲律賓不能有效的 大量取得進球的話 對於中華隊來說是有力的 因為這個就是單循環的一個賽制 當然如果我們直接就三戰全勝 就不用想那麼多 就一定是冠軍 那如果啦 假如真的一個不小心 今天太累了 那也會跟菲律賓今天贏的話 那就是 都是戰績相同 那會比這個 勝場的這個進球術 當然因為我們贏菲律賓 就贏了三顆球是非常有力的 對 所以基本上 現在這樣看起來 那菲律賓還沒有要調動 他們的主力的這個意思 那相對就代表我們 把冠軍留在家裡的機率 就高很多 對 一般來說 他們會在下半場的時候做一點調動 那如果說更優秀的球員 一般都在60分鐘至70分鐘的時候 才會換他下來 如果菲律賓想要逆轉勝的話 真的 不只是要贏還要尋求像 剛剛介紹過他們歷史上 對上東地運的第二場 那種5比0這種比數 3比0起跳這種比數 他們才會有競爭的機會 相對如果我們今天又贏球的話 就不用討論這麼多啦 我們就是冠軍啦 我相信進入這樣半場的一個過程 惠利賓的教練應該會把他們兩位兄弟擋 在下半場是不是能夠下來 來看看在主導球賽的一個節奏性 能夠有所進步 好上半場加時只加一分鐘 因為整個節奏是還蠻流暢的 只是教練很不習慣 這麼斯文 對 流暢到你看加時只補一分鐘而已 所以這樣這幾波公式要是長傳 都沒有辦法收到效果的話 裁判隨時會享受 丟進來 要不要賭一下遠球呢 沒有錯 有 被頂飛了 那就結束了上半場 在今天的 中華足協國際邀請賽 最後一天的一個賽程呢 可以看到菲律賓跟東地雲 在上半場算是還蠻和氣的 那東地雲的表現呢 我想可能會讓大家比較驚豔一點 即便已經是聯繫三天出賽 不過整個上半場 並沒有說 因此而屈居下風 感覺上還跟菲律賓打了一個 五五波的一個內容 對 下半場到底錄死誰手呢 恐怕還很難說 也歡迎大家持續鎖定 以日本體育家族 為大家送上來的一個現場轉播 我們先請大家稍後片刻 待會回來呢 進行半場的講評 請大家 wusste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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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the time for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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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